今天差不多了 我走了 好 多加小心 局长 局长 他们都出村了 卢仁街也在队伍里吗 在 他们出去多少人 有七八十人 什么 昨天的情报 不是说他们得有三百多人吗 这才出去七八十人 那村子里 岂不是还得剩两百多人 这账算得没错 不 不过局长 那咱们接下来这账怎么大呀 六王村离这个地方很近 和县长说了 等到听到那边枪一响 咱们就解决这个 听出来了 这是起床号 大哥 龙三领着警察已经到门外了 什么 那些警察都趴在地上 藏得很隐秘 有的警察身上已经落了一层叶子 看来他们来了是有一会儿了 他们既然已经发现这儿了 为什么不动手啊 莫非是要等人杰他们走了再动手 难道他们不想抓人杰 文利和老徐吗 对啊 有点怪 坏了 怎么了 他们今天去那个六王村 弄不好就是一个陷阱 龙三应该是想拦住我们 不让我们去支援人杰他们 那人杰哥会有危险吗 碧琳 不用担心 兄弟们 哥问你们一句话 现在的这种书信日子过够了吗 还行 这句话也能过 但是有点烦了 是啊 天天混日子 每天都一样 回一天和回一年没区别 老二 你觉得呢 以前打仗就盼着这种安身日子 真过上了 就那么回事 真要让我选 我还是觉得以前的日子痛快 好 虽然我们已经金盆洗手了 但是谁说一辈子只能洗一次手呢 对啊 叫天天洗 碧琳说得对 从此以后咱们这地主就不做了 我们四兄弟重回沙场 好 好 好 现在我们不能等着龙三他们先动手 我们得把事调起来 能行吗 现在村子里战事虽然多 但能打仗的老兵都被卢二少爷给带走了 剩下这些根本应付不了这种情况 不用会打仗 你们每个人找十多个跑得快的 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开枪 一定要把龙三他们吸引着我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跑了 你们也跑啊 明白 完事咱们在哪集合 在哪集合 在哪集合 听思浩元的浩利 不开子 什么地方开枪 这刺舟都是枪声 我们是不是被包围了 不会是龙人姐又回来了吧 这也看不出来呀 车 包点车 笨蛋 哪条路从原厂包那儿车 兄弟们 车 快 撤 林哲伟 大伙都在祠堂等着您呢 走 告诉大家 提高警惕 是 提高警惕 走 林哲伟 前面就到了 我们马上过去吧 打 打 撤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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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别跑了 局长 别跑了 财经组了 前头只是小谷骚扰部队 村里的顾党部队 已经是咱们逃走的时候逃走了 我眼睛 他们这是要回村哪 告诉大伙 准备打附近 是 队长 敌人追上来了 不能被敌人咬上 撤 赶紧撤 等一下 是碧莲不对劲 碧莲 没错 是碧莲的号上 那个方向 走 往这边走 撤 撤 往那边撤 走 他们 他们怎么改道了 这是要去哪儿啊 来啊 通知保安团 配合我们送去 是 追 快 追 快 碧莲 碧莲 你干得太好了 碧大哥 我去 碧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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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碧莲 今天的行动之所以暴露 是因为我们内部有叛徒 叛徒 对 就是带我们进村的那个人 那个人 以前是我们发展的一个积极分子 他叛变了 也就是说这件事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圈套 糟了 我现在担心老钱 没错 那次村民抗议种植鸦片的游行 老钱是在人群当中露过脸的 如果和飞吾要拿人开刀 他很有可能 第一个拿老钱开刀 不用太担心 我曾经跟老钱 约定过一个紧急接头地点 离这里也就二十里 如果老钱没有被捕 肯定会去那个地方跟我们接头 好 咱们俩去一趟 雯丽 你带人原地休着吗 好 魏大哥 这附近 有没有别的村子 可以供大家落脚的 有 但以防万一还是不能去 为什么 我们出来的时候听说 何飞吾下令 但凡有村子收留咱们 村长会被毙掉 现在我们去别的村子 也很难保 不会被别人出卖呀 现在怎么办 这队伍里有这么多伤员 我们得尽快找一个地方 把这些伤员安顿好啊 是啊 他们马上就会缩山 这山里没争没党的 我们带着伤员根本走不远 没错 别着急 我在东山有个山洞 是藏我的老家点的 很隐蔽 咱们可以先到那儿去 避避风头 好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跟老徐去接老钱 然后你带人去那个山洞 好 好 我们走了 好 好 好